走进知名的甲青瓦生产线 相位扑鼻而来 员工正忙着包粽子 七秒钟包好一颗是基本速度 员工效率要高 因为公司业绩超好 7.0大概是从我们这一批开始进到现实 以前它是没有卖这些小吃的 药菌超商品质要一致 重量都在误差范围内 现在每天出货一万两千颗粽子 节庆时上汉两万颗 关于秘方老板可是手口如瓶 打出知名度食品业要求高规格 设备要最新最好 员工却是老得好 光设备大概有六千万吧 我还要退休啊 台湾使用糯米数量最多 有台湾阿诺之称 有了名气一切马虎不得 到现实的时候就有西野也是 确保消费者所吃到的每一口 都是安全卫生 员工进入生产线必须穿上防尘衣 经过除尘通道 清洗双手酒精消毒 客人来接受毒 在这接受这个冷藏的微波 还是不会有多 慢慢慢慢到最后 我们甚至一天那个晚贵 一天要卖一万两千多 每道工序都马虎不得 盛装油饭铺平 烤到入味的照烧鸡腿 象征新生的蛋 都是台湾新生儿满月有饭的必备豪料 贴上标签 真空包装 客制化的领盒设计 将满满心意送到亲友手中 董事长也给台湾的年轻人一些鼓励 其实只要你肯做 人家说台湾 要做服务 不用怕不得 只要你肯做 更多用心 然后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成功 多用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